歡迎收看 每個禮拜一到五 禮拜五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宜霈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要來PK 親子料理的兩位藝人 今天的節目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們最喜歡看那種 夫妻對決戲碼了 而且夫妻廝殺呢 感情到底是會更好 還是待會會 我們不曉得 我們來看 歡迎的是NO哥還有海君姐 大家好 宜霈好 是的 NO哥 你今天要來PK 跟海君姐做料理 但你哪會做菜 你只會吃吧 好不好 小看人家 我沒有小看人家 我是小看你 不是人家 沒有 小看人家 對 我也是會做菜 以前單身漢在家裡自己煮 你一定都是外食的 沒有 我覺得有時候還是 因為外食吃酒你還是會膩 對 因為你先從家裡附近都吃光了 你走更遠的地方 可是有時候像我們這種身材的 又懶得去很遠的地方 在家裡 對 在家裡就會冰箱打開來 有什麼東西就做什麼菜 那你先隨便講幾樣 就是你的拿手料理 對 講三個好了 對 三個 番茄炒蛋 你聽起來很簡單 其實它的火候掌握很重要 真的 對 蛋炒番茄 番茄跟蛋放在一起炒 厲害了吧 這有先後順序的 對 然後呢 先放番茄炒的話 你那一道菜做起來會有點酸 是 因為番茄一開始的對 番茄有去皮跟沒去皮 又有分 你要不要看一下 在你旁邊的那個營養師 是真的對不對 如果番茄煮太久它會 那個會酸對不對 番茄煮太久它會酸 因為我用的是那種傳統 對 那個叫 米南語叫Okiya Okiya Okiya就是它有帶一點綠的 真的 你現在不要繞一些 就是我們沒聽過的 然後就覺得 你都在講一些很傳統的 對 老番茄 但番茄 你們一般都講Tamato 台語你們不會講 Tamato 對 Tamato Okiya 那個叫Okiya 就是它有一點帶綠體的 你剛剛講了番茄炒蛋 然後蛋炒番茄 那第三樣 就是番茄跟蛋 和在一起炒 那還不是都一樣 沒有 它其實很多啦 我會啦 我會煮麵 對啊 會炒菜 煎魚 那個都很簡單 為什麼不會呢 煎魚 你什麼時候會煎魚 會煎 為什麼不會煎 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我吃過他煮的是泡麵 泡麵 對 然後 泡麵不需要煮泡麵 然後泡麵 不一定 要加一些青菜 你就加一些蛋跟青菜 誰不會 加蛋 然後加一些什麼 天婦羅 火鍋料幹嘛的 對 好不健康 冰箱已經極其品了 那種全部都給我淋進去 對 他吃 你吃過他煮的泡麵 我去他家第一次吃到他煮的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泡麵 然後他就說是不是感覺很溫暖 很有愛心 對啊 跟我講一堆 對 那但是你們兩個今天PK的話 你一定贏定啦 其實我也覺得很難講 因為有時候在家 因為他最會的就是那個 玉米濃湯 我覺得這有點危險 他玉米濃湯真的還滿好喝的 如果真的今天有藝人 要來我們現場做玉米濃湯 我只能說他實在太不入流了 怎麼可以拿玉米濃湯來騙小孩 玉米濃湯哪個小孩不愛吃 我相信NO哥不會開出這種菜單 不會 對 那我們營養的部分 我們當然就交給營養師 劉一黎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伊莉 是 好 我想要問一下 那海君 那你平常在家裡都做些什麼料理 我都是做一些比較 家常菜的東西 是 什麼白菜乳 然後他喜歡吃的豆干 台式料理 對 小朋友到底挑不挑食 如果是有點甜甜的 小朋友都滿愛的 對 小朋友都一樣 我女兒 對 Nome 她跟一般小朋友不一樣的 她不是很愛吃肉 可是她很愛吃菜 女生愛吃菜滿正常的 好愛吃高麗菜 那你要 不是 那你要 那你要很開心 因為女生愛吃菜以後 皮膚會很好 很漂亮 應該遺傳爸爸 皮膚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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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對 但是小朋友 但是小朋友 魚 那我就覺得那還OK 魚的蛋白質還很高的 所以如果你們家 Nomei不挑食的話 你們就不需要為了小朋友 去設計小朋友料理 就跟你們一起吃就好啦 只是她不會挑食 不太會挑食 但是選擇她很喜歡吃的東西 但是喜歡吃的東西 裡面就是一定要有甜的東西 一定要甜甜的 沒有 所以今天兩位要來PK的話 我覺得 NO哥感覺勝算不會很高 畢竟你不太會煮料理的人 然後海君姐 平常小朋友都他在照顧 所以他應該很懂 對 老伯我在照顧 老伯也是你在照顧 所以你應該很懂小朋友的口味 所以意思是我今天來Tap car 就這樣 有可能 我們就看你待會兒開錯的菜單 是什麼 好 那我們今天 要看兩位PK什麼料理之前 我們要先來關心一則 這個健康的新聞 今天我們的特選食材是豆腐 那要跟大家講 如果電視界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喜歡當低頭族的話 你真的要會小心一點 因為根據醫學研究長期使用 智慧型手機的低頭族調查 結果發現 有四成 如果你一直在那邊 滑滑滑手機的話 記憶力會變差 來看看 疫苗就變低頭族 而中斷手邊的事 醫生調查發現 民眾記憶力有衰退趨勢 一心多用 大腦好忙 醫生研究指出 三成民眾吃飯或工作 一邊滑手機 如果突然查看手機 四成六的人 還會忘記原本要做的事 其中更有高達四成的民眾 坦言 記憶力變差了 無法專注 也覺得自己變笨了 其實每一個事情 要變成長期記憶 它都必須要有一個專注的過程 大腦記憶的過程 得先登錄訊息 開始儲存後 還必須不斷重複記憶 才能變成長期記憶 否則就會忘光光 如果在登錄這個階段 一直被干擾破壞 便會影響記憶力 容易忘東忘西 東西總是會漏 就是不見 或者是總是擺在哪裡 又忘記去拿 這些其實還是 專注力的問題 手機雖然變力 卻也造成民眾記憶力 注意力變差 建議民眾使用手機 善用關閉提醒功能 固定時間採一併查看訊息 更要避免一人多工 吃飯看電視工作 就別再忙著低頭了 我是覺得這則新聞太理想化了 關閉提醒功能怎麼可能 我們都是鬧鐘設叫我們起床 還有打開通知功能 當然要 因為如果人家急著找你 對不對 你關閉通知功能 你的通告被接光了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人 沒有辦法借掉手機的原因 不過我們剛剛有說了 我今天的特選食材是豆腐 到底豆腐跟記憶力有什麼關 對 其實因為現在 用太多3C了 所以其實我們 沒辦法關掉手機 只好多吃豆腐 因為它裡面 有一個叫做大豆軟磷子 因為豆腐原始的材料 其實就黃豆 軟磷子其實就是幫助 我們提升記憶力 甚至於小朋友 他在成長發育的過程裡面 腦神經管的發育 其實都需要軟磷子 豆腐其實我們就跟 你要想像豆腐 就跟我們吃魚 吃肉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都提供蛋白質的來源 蛋白質其實我們 腦部的發育也需要蛋白質 所以豆腐其實它相對 有一個重點要提醒就是 相對它吃的量 要比一般的肉來得多 比如說你的小朋友 如果不吃肉的 他是專門吃素的 比如說喜歡吃豆腐的 像我之前看那個門診 有的是那種和尚轉世來的 就是從開始吃副食品的 對 就是他把那個 比如說他吃到一些肉 他就吐出來吐出來的 可是他只要吃到豆類製品 他都可以接受 這時候可能媽媽要注意就是說 相對的如果他都不吃肉 只吃豆腐類的東西 他量要比他一般的肉 比如說可能小朋友吃兩片肉 他可能要吃大概兩塊多的豆腐 他的蛋白質才可以補足 但是要挑選對 就是說豆腐有很多 比如說有那種板豆腐 有雞蛋豆腐 那些芙蓉豆腐也甜甜的 到底要吃哪一種豆腐 其實應該要吃的是板豆腐 板豆腐傳統的那種 偏有一點硬硬的那種感覺 沒錯 宜佩講得對 就是它那個其實是屬於第一個 它的蛋白質的量是足夠 第二個它是屬於高鈣 跟嫩豆腐來比的話 它的鈣質是一般嫩豆腐 至少兩倍以上 對 所以其實它可以補充鈣質 然後另外還有所謂的膳食纖維 的部分 所以對所有小朋友的成長發育 還有腦神經管發育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我想提出來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豆腐很不錯 可以提供蛋白質 又有大豆卵靈質 有時候我們便當一打開 看到百葉豆腐好開心 百葉豆腐OK嗎 百葉豆腐是整個是 完全不行對不對 完全不行 在整個豆類裡面有兩個陷阱 一個就是剛剛宜佩提到的 百葉豆腐 它的熱量非常的高 而且它裡面的油脂含量很高 你看一樣白白的無害對不對 對 之前我的學員吃了一個禮拜之後 對 它有點甜甜 然後有一種QQ的口感 對 它裡面其實在還沒有做菜之前 它油脂含量超高的 所以吃了一個禮拜 大概會胖1公斤左右 百葉豆腐吃一個禮拜會胖1公斤 對 因為它熱量真的超高的 然後另外就是 第二個就是油炸的豆皮 那個也是豆類製品 那個其實也要小心 就是放在火鍋那種 已經炸得有點膨膨的那種豆腐 對 那個其實也要特別小心 還有一種是日本 你去吃日本料理 前面不是前菜會有個 涼拌的那種豆腐嗎 涼拌豆腐應該很健康吧 那個不是豆腐 那個是雞蛋 對 那個叫雞蛋豆腐 但是它其實裡面沒有什麼豆腐 台灣超市也有雞蛋豆腐 對 所以其實你要仔細去看 然後面的成分 它有寫到豆類 才代表它裡面有 就是豆腐的成分 不然一般經常都是雞蛋這樣 而且聽人家說 日本是一個長壽的國家 是跟吃豆腐也有 脫離不了關係是吧 對 因為豆腐其實 除了蛋白質之外 它其實有具備好的油脂 有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很高 那所以對於我們有一些 像也就是老人家有心血管疾病 它就可能會影響到死亡率 那日本為什麼它長壽呢 就是它每天幾乎統計結果 發現日本人每天都可以吃 40克的豆腐 那40克大概多多 大概我們一般那種板豆腐 板豆腐它可以吃到1塊半左右 那滿多的 那其實它是養生 然後它有一個名稱叫做 田裡的牛肉 對 田裡的牛肉 田裡應該中不出 就是應該沒有牛 對 但是因為它其實 它的蛋白質很豐富 很營養 所以其實它就稱為說 如果你不吃肉的話 可以用豆腐來取代 了解 好 當然我們今天的食材 特選食材就是為您介紹的 就是豆腐 豆腐可以幫助記憶力 那到底兩位藝人 尤其是NO哥跟海君姐 夫妻對決戲碼 要端出什麼樣的料理 豆腐類我應該很擅長 因為我常常在做豆腐 煎豆腐 紅燒豆腐 因為我們家很喜歡吃豆腐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我應該會獲勝 OK 來 海君姐今天準備 是什麼料理來應戰呢 看一下 什麼 雞塊親子丼 聽說你要改名字對不對 我要加 加就好了 加上去 NO市雞塊親子丼 生子版的 這樣在我們家才可以吃得到 為什麼 我們農妹很愛 對 所以我們就選用我們自家的 對 猛甲雞排 對 猛甲雞排 你不好意思說那我幫你說 這次你做我怎麼會聽你講 對啊 沒關係 你有什麼想法嗎 沒有啦 因為一般 我覺得親子丼 它是用生雞肉 開始下去煮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小朋友會吃久了 多吃幾塊他就不吃了 因為它裡面沒有入味 對 那我們用我們的爆製雞塊 它已經有醃漬 然後入味之後 然後又炸過 然後再煮過之後 也不會 對 不會含有 這一道菜呢 我做給弄妹吃過呢 是 受到弄妹大大的喜愛的肯定 所以我才敢拿出來 今天跟小朋友們分享 我覺得這道非常厲害 因為小朋友很愛吃親子丼 因為我之前真的是用那個 生的那個雞肉下去做 對 然後吃它 它就把那個肉挑掉 它就跟我說 媽媽 這個不好吃 這個臭臭 對 它就不要去夾掉 帶皮 他們有時候又不大愛吃 對 那海君姐都這麼說 這麼說你端出什麼料理呢 好不好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既然指定食材是豆腐 豆腐 而且現在又寧觀將近 對 好不好 這個農曆臉快到了 我來做一道 豆腐寶是吧 應景的 應景的 到底有多應景 這道菜全名叫做 翔絲憲瑞龍鳳城牆之 什麼東西啊 不好意思 這道菜全名叫做 翔絲憲瑞龍鳳城牆之 豆腐玉米湯 什麼東西啊 不好意思 這就是玉米濃湯 沒有 應該要把濃拿掉 對 濃濃 不濃是不是 對 因為 一般玉米濃湯都會勾芡 我覺得勾芡太多 對小朋友其實沒有那麼的健康 所以我選擇不用勾芡的方式 然後呢 然後把它做成 就是迎合小朋友口味的 這個豆腐玉米湯 你這太標準了 對 以前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 不是 我前面有祥之鮮瑞龍鳳 但是你後來想的好不好 沒有 後來想 就加進去 你後來想的 因為我完全不曉 你今天要端什麼玉米濃湯 來應戰 這太爛了嘛 不是 還是要我做 對 不然我就買一個 玉米罐擺在小朋友面前 我就應了 你是想這麼做 我們製作單位指使你吧 沒有 他指使製作單位的 我講 我開車 然後太太跟我說 評審是小朋友 我說 不早一點講 不然就換菜色 那沒辦法 你變誰啊 真的啦 我真的沒有看過 有藝人拿玉米濃湯來 我們現場煮東西 這什麼 你等一下吃吃看 跟外面一般 你市面上吃不到啦 這太賊了啦 哪個小孩不喜歡玉米濃湯 你告訴我嘛 有些小孩不喜歡吃啊 你這樣才需要比嗎 有些小孩就真的不喜歡吃玉米濃湯 對手是你老婆耶 不是 你餘心何忍 對啊 你拿這個製菜不要臉 你做這個好了 我做這個 玉米濃湯 怎麼會有藝人來我們節目拿玉米濃湯 有啦 吃吃看小...對不對好不好 你等一下吃 不一樣 搞不好會吃到 農式的豆腐玉米湯嗎 其實我不是很想做這一道 因為我怕被餐廳 被餐廳學走了 他們就當他們招牌菜了 你現在換豆腐寶好不好 來不及準備什麼 好不好 好啦... 我們今天在現場 除了兩位藝人要來PK之外 我們也要介紹 四位可愛的小小評審委員 也是我們今天的小幫手 我們來介紹Ryan Roy Jasmine 以及Rachel 好 所以今天NO哥跟海君姐 可以各選兩位小幫手來幫你們 他可以幫你們拿東西 然後也可以做菜 可以選 好 我們馬上就要進入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在 好 首先登場的就是NO哥 今天要做出這道料理 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竟然這個料理可以搬來我們節目上 叫豆腐玉米濃湯 意思就是說玉米濃湯裡面 我再加幾個豆腐進去喔 不是 不是這樣是不是 沒有這麼簡單 沒有這麼簡單 那我們先看一下食材有什麼好了 好 食材如下 牛奶250cc 有加牛奶還滿有誠意的 紅蘿蔔一根 玉米一根 玉米醬一罐 鹽少許跟蛋兩顆 除了加牛奶之外 還有豆腐之外 其實都沒差耶 什麼都沒差 不一樣 那個先後社區 重點是我還有兩位可愛的小幫手 對 舊吉還有這個 怎麼舊吉 怎麼舊吉啊 哪有舊吉 不是嗎 不是舊吉跟傑森嗎 不是 不是 Rachel Rachel Rachel還有傑森 拿紅蘿蔔 跟豆腐 好不好 還有一樣是玉米 可以了 OK 好 開始 Oh my God 好 因為加上 不是這樣怎麼沒講話嗎 我覺得小朋友 你應該用一些 有趣 然後好玩的方式 拿到蘋果給你 他現在拿到蘋果 對 他知道我不用再提示了 好不好 我這兩位 我這兩位二徒真的厲害了 好不好 阿瑞絲跟阿瑞絲 對 阿瑞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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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來… 你看 神力女超人 是 來 我來檢查看看 B 45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B B 28 B 好 16塊 總共是3200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家No Man 每天在家就是要玩 超級市場的遊戲 因為它有小超級市場 超市遊戲 我要演客人 對 所以這裡很像超市 是… 總共多少錢 4 13百塊 你根本就不會算 而且你數學超爛吧 沒有 沒有 因為他有沒有拿錢 他會說給你 他們真的有通告費 他們可以拿錢出來 真的嗎 可以… 有可能 小心喔 我們現在來認真的做菜好不好 怎麼做呢 我覺得玉米濃湯 第一個主角玉米先出現 好不好 對 我們會搭配一點點的玉米醬 好 搭配玉米 但是重點是我要用新鮮的玉米 是 新鮮 這已經先汆燙好了 對 就是熟的 對 那一般的這個玉米 讓小幫手吃 對 小幫手 你幫我把它切下來 不行 不能叫他們拿刀子 不能拿刀子 會被罰起來 太危險了 其實這個 把玉米液 剝下來有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用刀切 對 然後它就會很平整 對 可是它就不會一顆一顆的完整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 可以讓它完整 就是用叉子 真的嗎 你看 這樣子把它戳進去 然後就這樣子 OK 它就下來 就一顆一顆 很厲害耶 對 就一顆一顆 這個可以學起來 對 在家裡就這樣 然後它就一顆一顆 這樣 你 是不是還可以吃到完整的玉米粒 對 而且剝得很乾淨 通常用刀子切 它都會有根部留在那裡 你在家哪有這樣 會啊 有啊 我有這樣子弄嗎 不然我怎麼會 沒有 看在家都是啃一啃 然後吐在碗裡面 這位NO TIME 我們是來做菜 不是吐早大會好不好 對 那家是啃一啃 然後再吐在碗裡面 沒有啦 怎麼可能啊 你們聽他都不亂講 他在誣蔑我 對啊 你們去哪裡拔這種玉米粒啊 對啊 你是不是說 有八成是真的 沒有啦 沒有啦 看起來 嚇人 對啊 誰敢吃啊 反正都是你家人在吃有差嗎 那不行啊 對啊 還是要注重衛生 就自己家人還是要注重衛生 這個就是大概一條的分量 一條的分量 一條的 對 把它這樣大概先剝下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下來我要來切 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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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蘿蔔切丁 雖然叔叔切得有點慢 但不能自己聊天 你不要摔倒喔 因為它這個已經有燙過 所以它會比較軟 對 比較軟軟的 對 比較不好下刀 好 對…好不好 那你一邊切的時候 請依依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今天NO哥準備的食材 各自有什麼樣的分量 好 剛剛那個玉米啊 它還沒弄 小朋友就已經在那邊 旁邊大叫很好吃 那確實玉米是小朋友 最喜歡吃的 但是第一個 要特別提醒媽媽 就是它不是蔬菜類的東西 因為很多媽媽會說 我給小朋友吃蔬菜 那就給它玉米 那事實上它是澱粉的東西 所以是取代飯類 然後另外玉米 它本身是黃黃的 所以它裡面的維生素A很高 對 所以對小朋友來講它護眼 然後剛剛有提到 如果小朋友真的看了太多 3C的產品或念書的話 其實確實可以多吃一點玉米 但是玉米它本身 需要有點油 它才可以把那個 維生素A的吸收率提高 所以其實NO哥今天 它用了就是做玉米濃湯 它用了牛奶 那牛奶裡面也有油脂 剛好可以幫助它的 維生素A的增加 除了玉米跟紅蘿蔔之外 它今天還加了別的東西 對 其實像我們在講說 因為今天的食材是豆腐 那豆腐我們稱為 它是所謂的動物性的一個 植物性的蛋白質的來源 然後植物性蛋白質呢 其實氨基酸它會缺乏一種氨基酸 那我們的澱粉 也會缺乏另外一種氨基酸 可是他們兩個如果互補起來的話 整個氨基酸就完整了 蛋白質的吸收率就非常的高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今天NO哥在玉米濃湯裡面 加豆腐是高招囉 對 我覺得NO哥有一點看不出來 就是他這樣子嚇 對…就這樣亂搭之後 他營養價值竟然是150 那妳看出來我還叫NO哥嗎 但是重點是 重點是因為製作單位今天要是 用的是豆腐的食材 所以他必須一定要加豆腐 不然他如果來 他就直接開玉米濃湯 豆腐來了… 而且外面的玉米濃湯 其實說實在 因為很多玉米濃湯 都是用鮮奶油去做的 那裡面的反式脂肪酸很高 所以有時候小朋友喝外面的湯 回來之後 開始有過敏 皮膚癢 這些其實發現就是說 可能吃的外面太多 都那種不好的油脂 對 那NO哥今天剛好用了鮮奶 又是比較提供好的油脂之外 他又不夠錢 對…然後剛好用豆腐 是 所以NO哥其實要感謝製作單位 幫你準備了豆腐 對… 而且他也不準備太白粉牽名 對… 而且也是準備這種傳統的 對 白斑豆腐 高鈣又高牽 因為我小時候都是 早上菜市場買這個 媽媽就買這個 拿回來就淋上醬油 那個好好吃喔 就是這樣就可以吃了 真的 如果要再好吃一點 升級就再撒一點點的肉鬆 在上面 真的… 對… 或是說有時候用柴魚 用點醬油這樣子 這樣子就很好吃 所以你豆腐也要切丁嗎 所以我現在 沒有 我大概取差不多先一半 一半就好了 先一半 好 對 因為我取一半 然後我待會會 豆腐跟這個牛奶 下去一直把它打 對 混合在一起 有不一樣 對 搭三個之後 然後就變成糖底 雞底這樣子 了解 所以是豆腐跟牛奶 兩個都有蛋白質 對 其實牛奶本身 鈣含量就滿高的 那豆腐記得 如果給小朋友吃的豆腐 一定要選的是板豆腐 那如果是那種 我們一般吃的那種 軟的那種韌豆腐 它相對它鈣含量就很低 那蛋白質來源也比較低 所以小朋友長高 好 然後如果小朋友 其實有比較胖一點的小朋友 對 不要吃 對 又可以增加飽足感 對 小朋友其實 有比較胖一點的小朋友 對 他可能不宜吃太多的肉 那這時候你確實可以 用一點豆腐給他吃 對 又可以增加飽足感 現在NO哥把切好的 他用一半 板豆腐的一半 然後放到那個調理機裡面 對 然後再加上 然後以及250CC的牛奶 一起放進去 所以它是用這個來取代勾芡 對 然後當湯底就對了 好 大概就這樣就可以 對 其實不用它打到全散 因為有點 它一下就散了啊 對啊 但是如果你還可以吃到 一點點的這個 渣渣 也可以啊 對 因為它都是可以吃的 所以用這個當湯底 對 然後現在就把它倒進去 對 然後裡面本來就有差不多 一點點的水 差不多 對 也差不多250CC左右的水 這樣子 好 唉唷 會喔 假鬼假怪的 對啊 感覺還不錯耶 然後開始加熱對不對 對…加熱 OK 好 好 開始加熱 好 攪拌 對 攪拌一下 我們待會兒等它這個水 滾了之後呢 對 我就把剛剛切好的這個玉米粒 跟這個紅蘿蔔 丟進去 還有我準備了一點的這個玉米醬 是 對… 就混在一起的 對 放進去之後 對 然後最後再打兩個蛋 蛋要放下去的時候 就是要先熄火 對 然後再把蛋淋上去 是 這樣那個蛋就不會變蛋白 這樣子一顆一顆 它就是會變蛋糕在裡面 了解 很多媽媽都知道 對 她是依依說的不錯 我說是依依說的 我分享給不知道的人 一般的人會想說大火 兩間把它放下去這樣 然後再把它滾一下這樣子 不死 不要這樣 對 所以剛剛NO哥分享一個小撇步 你要先熄火之後 把蛋打上去 才可以很漂亮 對… 就跟你行摩托車廉要去先熄火 鑰匙拿起來 然後再去買東西 了解 安全嘛 安全… 好 你這一道菜真的很久 他已經聽到不耐煩在抓腳了 他本身就是不耐煩割 好… 但是呢 我們把這個東西混下去煮一煮之後 其實我們今天NO哥已經先來 然後有煮了 我們看一下成品對不對 來… 看起來很厲害耶 跟外面的… 跟外面的玉米湯 所以你看起來它感覺好像 它有一點點豆腐的渣渣 對 所以你會覺得是不是有勾芡 其實它沒有勾芡 對 它是因為牛奶 跟豆腐 對… 它就是玉米湯 對… 玉米湯 而且還有紅蘿蔔 小朋友很健康 對…把它藏在裡面這樣 對…還有蛋這樣 好 NO哥的這一道呢 玉米 豆腐玉米濃湯就完成 接下來就換海君姐是 NO市雞塊青子丼 好 接下來輪到海君姐上場 要帶來的是 只有他們家才吃得到的 NO市雞塊青子丼 對 準備了哪些食材呢 交給Jasmine 這個NO市青子丼 上面有 嫩豆腐一塊 白飯一碗 雞塊五塊 洋蔥二分之一顆 蛋三顆 醬油一點點 魏林小許 高湯適量跟海苔絲適量 那今天兩位小幫手 Ryan跟這個Roy 要幫妳拿什麼食材呢 妳要交代哪 聽好… 嘘… 嘘… 耳朵打開 白飯 白飯 妳有兩個隊友 對 還沒… 還沒… 白飯然後咧 豆腐洋蔥 豆腐跟洋蔥 GO… 白飯豆腐洋蔥喔 白飯在哪裡… 白飯咧 還剩白飯 白飯呢… 拿到的先放到籃子裡 哇… 好棒喔 好厲害喔 正需要這樣子 那麼聰明的二廚 哇… 太厲害了 妳那個車子是用推的啦 就是推的 她們每次都是用班車 是嗎 那有準備菜籃就好 不用推車了 對 這真的比較漂亮啊 比較可愛 好 來看一下 來… 妳們要回來… 兩位無群 要站好兩位無群 對 洋蔥 然後豆腐 對 我們今天主題 豆腐 跟白飯 這是這樣比較危險 這個交給我 是 先切洋蔥 那洋蔥呢 它不能順文切 我們要逆文切 為什麼 就是這樣子交嗎 妳的白飯… 比較好切 白飯擋住妳要切的東西 來…白飯把這個移開 好 好的 聽說是洋蔥 只要是逆文切的話 可以讓洋蔥的香氣 比較不會 可以跑出來一點 而且它其實會比較… 不會那麼嗆 不會那麼嗆 讓眼睛流眼淚 切大概一半的量就夠了 對 所以洋蔥只要用半顆 我在家都用半顆啦 是 對 其實青子丼的話 在日式料理當中 也是家家戶戶 一定都要做的料理 媽媽一定要會做青子丼 對 而且青子丼的話 我到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小朋友不愛 因為你只要把味醂醬油加下去 甜甜的 因為米麵食材都甜的 洋蔥也甜的 然後那個 我們做的那個料理 醬料也是甜的 對 但是如果你覺得還不夠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加一點 還可以再多切一些 因為今天小朋友還滿多的 對 對 再切一點點 好 而且其實洋蔥我們在… 怎麼了 怎麼了 它…它有鼻子 不用… 不好意思喔 那個比較真性情的一點 它有聞到洋蔥味對不對 它有聞到洋蔥味 OK 那我們趕快解決這個洋蔥好不好 好 完了… 還好我們要不要戴墨鏡 它在哭了吧 它鼻子… 還好嗎 先放這邊好了 Ryan 你怎麼了 還可以嗎 怎麼了 你怎麼 臭臭的 等一下下去煮的時候 就不會臭臭 等一下會變香香的 這樣 好 豆腐 不過你今天用的是嫩豆腐 對 因為今天青子丼它其實也是有點 微煮的那種方式 所以用嫩豆腐的話會比較滑口一點 好 所以它弄嫩豆腐之後 它可能蛋的量可能就要增加 對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板豆腐跟嫩豆腐 其實它差在蛋白質的量 對 那板豆腐一定相對高 是 但是因為這道料理一定要用嫩的 對 所以你就把裡面的蛋白質 比如說它就增加了雞塊 或是蛋的部分這樣子 對 好 這個豆腐小朋友不能用刀子 對 那青子丼呢 就是跟小朋友互動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料理 是 所以我現在需要我的二廚呢 來幫我切豆腐 切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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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喔 用餡 但這給它們不會危險嗎 不會 不會 來 一人拉一頭 你拉這邊 那你拉這邊 好 拿好 好 拉著 好囉 準備拔盒 準備拔盒 不是拔盒 然後你們就這樣切一半 切下去 有沒有 沒有 日本媽媽都會這樣子教小朋友做 真的嗎 對 再來 而且它可以準確切在格子上 對 因為它剛好有畫好了 對不對 好玩嗎 來 再切一個 好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學起來 這些哪裡買 這個喔 這去那個啊 釣魚店的 五金行 五金行啊 對 好 我的豆腐怎麼變這樣 有人吃釣了喔 沒有 明明就有 好吃嗎 太餓是不是 對 不要擠 好 上備好 OK 然後就是白飯 Ryan Ryan你過來一片切這裡 快點 然後我要切我們家的那個囉 蒙甲爆製雞塊 好 因為小朋友 小朋友在吃的時候 不要不要 Come on 小朋友在吃的時候這樣會太大塊 對 所以我們就剖一半 然後讓裡面的那個雞肉呢 然後吸附我的那個 親子的東西 要調配出來的醬汁 好 所以因為這個雞塊已經有醃漬過了啦 所以會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已經有醃過 所以很入味 很入味 但是你看還是白 裡面白的肉呢 還是可以吸附 會更 會更好更加分一點 所以升級版的 是的 而且這袋料理其實 他小朋友很愛的原因是因為 他有澱粉的東西 像我們家白飯 然後另外還有優質的蛋白質雞肉的部分 然後還有蛋 其實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為小朋友喜歡滑滑的口感 對 然後另外洋蔥煮完之後也會甜甜的 然後洋蔥又可以增加 所以其實這一道還滿適合那一種 就是小朋友如果 他比較沒有活力的小朋友 其實吃這個啊 在日本料理裡面 他們覺得吃這個青子丼 他會非常有活力 在日本料理裡面 他們覺得吃這個青子丼 他會非常有活力 剛剛海君姐已經把他們家的雞塊 給切一丁 切小塊小塊 對 半 對 就是一口雞這樣子 然後呢 我還需要 因為有小朋友 所以青子丼 他們原本是傳統的做法 是有加青酒或者是米酒的 對 那做給小孩子吃 就不可以加這個東西 妳可以先做一份有加青酒 沒有 他會在旁邊 擺一瓶青酒給妳吃 吃一口 然後喝配青酒這樣 小朋友就不能啦 好辦法 然後我今天用的是日本醬油 日本醬油 因為日本醬油是比較甜甜的味道 有偏甜的味道 然後又不會太濕 台灣醬油是比較鹹鹹的 因為台灣醬油 通常都是做重口味比較多 拿來紅燒 然後爐東西或是比較適合一點 對 所以選擇用味霖 味霖 好的 其實味霖裡面的成分是糖跟酒 所以如果你家沒有味霖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一點點的米酒調糖 就是大概是那種感覺 因為你仔細看味霖後面的成分是 糖跟酒的成分 所以它裡面有酒 還有加一點點的醋對不對 對 好像還有一點點 這是蘋果的口味 蘋果口味的味霖 OK 好 那怎麼弄呢 那當然是調醬的時候 它有它的那個比例上的一個問題 就是日式醬油呢 我就取三瓢 一般家裡用的那個湯匙 比這個再大一點點好了 三瓢 三比二 三比二 對 然後味霖的話就是兩瓢 兩瓢 這樣就夠了 OK 另外說的高湯的部分呢 我另外已經熬出來了一個 你可以用柴魚的也可以用煎魚的 可是煎魚的小朋友的接收度上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那麼高 因為他們就覺得有一種魚的腥味 所以我今天是用柴 柴魚 就是有柴香的味道 好的 OK 這是高湯 當底用的 肉依 你的手應該要放旁邊 肉依 小朋友很喜歡吃海苔了吧 對不對 對 要戰勝玉米濃湯 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用 雞塊跟海苔來取勝 是 等好久 小朋友都睡著了 你剛剛更久 不能先拿 等一下很乖的人才可以吃那個海苔 然後還有蛋 然後還有我們家的啾咪球 就是地瓜球 對 甜甜的 那因為剛剛 就是做的方法已經在外面拍過 所以你用口述的幫我們講一下 你怎麼做 你喜歡吃甜的對不對 那就為你而作 好 那就先把我們的洋蔥呢 跟我們的雞塊 先放在鍋子裡面 都不要先開火 都擺好的時候 請二廚幫我擺好的時候 再加一碗的高湯下去 然後剛剛調好的那個 3比2的那個比例的醬子 也一起倒進去 然後再 有蛋 我們的蛋呢 我想要讓它呈現出是蛋白跟蛋黃 是分開的那種感覺 有白色跟黃色的雙層的感覺 所以不要整個打得太散 對 就稍微攪一下就好了 然後蛋呢 要淋兩次 分兩次的量 分兩次 第一次淋的時候呢 就跟豆腐一起加進去一粒 然後等蛋白稍微呈現 半固體狀的時候 最後一遍所有的蛋再把它淋上去 然後再蓋鍋再燜一下下 對 好 然後就撒上海苔就可以 單上桌囉 是 好的 這是青子丼看起來就非常的好吃 因為這很香 對 你們可以看有沒有好香 超香的吧 好吃的 好吃 超香的 好 等一下再給你們聞 等一下再聞好不好 好 所以接著下來就要拿出你的法寶 因為剛剛NO哥的法寶呢 我覺得是蠻賊的啦 但是你的法寶 海苔也是小朋友的喜愛啊 對不對 所以我請二廚幫我撒上海苔 若穎的手 若穎 麻煩妳抓一把 抓起來 放這邊 放上去 撒進去 好的 對 好玩嗎 有沒有 好玩嗎 好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成品好嗎 好 其實海苔我們也可以講說 如果小朋友不喜歡 真的不喜歡吃蔬菜 那你的零食可以給海苔 真的嗎 因為它是所謂的蔬菜 而且它有很高的膳食纖維 但是小朋友選海苔要特別注意 就是不要選那種上面有帶鹽的海苔 了解 就是那種韓國海苔上面有帶鹽的 對 或是像泰國的那種是油炸 那就比較不好 盡量選比較偏日式的 或是那種傳統包壽司的那種海苔也可以 這一個看起來很豐富 有沒有 你最後再裝飾你們家的那個叫什麼球 啾咪球 OK 這樣就完成了 那營養師幫我們再補充一下 它這一道料理裡面的營養成分高嗎 其實很高 因為像我們希望小朋友 在整個就是餐點裡面 我們需要有優質的蛋白質 所以今天我們用了醃肉 就是把那個雞肉稍微讓它入味 那它提供優質蛋白質 那有兩個 一個是雞蛋 那剛剛其實補充就是小朋友如果要成長 然後要讓它的一個就是比較聰明一點 其實需要蛋 那我們希望小朋友一天 可以吃到一到兩顆蛋左右 那它今天用了三顆 那其實可以兩個小朋友一起吃 因為它去補充它剛剛那個豆腐是用嫩豆腐 對 用嫩豆腐這樣 那嫩豆腐其實它也可以增加它的滑嫩的口感 那其實嫩豆腐它本身 因為這一道菜裡面發現也有一個重點 就是幾乎沒有用到什麼油 對 那它是用所謂的 真的耶 對 沒有用到什麼油 它是很清淡的 非常清淡 健康 所以其實它用的是原本機器塊裡面的動物性的油脂 那一半的來源是來自於植物性的油脂就是豆腐 所以其實你吃豆腐也可以補充蛋白質 也可以補充好的油脂 對 所以其實它這一道非常適合就是 比如說假日的時候 小朋友其實也可以幫忙做 然後一個就是整個正餐 那其實是非常營養的 好 我相信這2到60應該都是小朋友的心頭號 不知道會選哪一個 到底誰會獲勝呢 待會兒 玉米濃湯PK親子丼 大對決 到底誰會獲勝 我們等一下馬上解決 好 好 到底是NO哥的豆腐玉米濃湯 要PK的是海君姐的雞塊 NO是雞塊親子丼 到底誰會獲勝 馬上進入我們的評審時間 來 吃一下嘛 拜託你 拜託嘛好不好 不然妳吃上面那一顆甜甜的球 好 吃吃看 那雞塊也可以吃吃看 有人先吃球了 Ryan先吃球了 好 看他們在吃我好緊張喔 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 不會 女生好像很愛 不是 我覺得啦 好吃嗎 我是覺得說 妳剛端出親子丼的時候 連我們工作人員都非常想吃 可是當他們看到前面 有玉米濃湯的時候 他們就興趣缺缺 就想要喝玉米濃湯 不會啦 吃吃看 都可以吃吃看 先吃飯再喝涼化 沒有 這樣才有比較啊 好 好 如果今天是 玉米濃湯獲勝的話 以後家裡所有的菜 都是請NO哥做 好喔 對不對 好喔 你這樣是嗆嗆嗆你到底 三餐都喝玉米濃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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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嗎 好吃嗎 好吃 那個誰 Rachel妳有吃到了嗎 有吃到俊一球嗎 妳覺得好吃嗎 好 現在范范吃完了 我們來喝湯好不好 好 好 換喝湯 來吧 喝一些無聊的湯 喝小朋友最愛的玉米濃湯 可以用湯匙 妳才吃得到裡面的玉米 來 用湯匙 用湯匙才吃得到裡面的玉米 好喝嗎 你看他們的表情 對 因為大概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剛斷完奶沒有多久 對 所以他們還是比較 對那個Nene的那個印象 還會比較深可以 對 依賴者 是 好 那個Roy覺得好喝嗎 好吃嗎 OK的 他剛剛連飯 真的 完了 我覺得會贏面倒 好 喝光 他們全部都喝光 每個都喝光 小朋友 所以我說你拿這個料理 你真的很 很讓老婆難堪 就等於拿糖果跟巧克力意思 是一樣的 可是你就是讓老婆難堪 你怎麼會 怎麼會想要讓孩子 其實沒有 其實我今天做這道菜也是 你讓他說再一碗 再一碗是不是 好沒問題 結果今天做這道菜也是 我老婆指點我的 我給自己挖洞跳 真的 幹嘛挖洞給自己跳 我的拿手菜 不過雖然小朋友看起來 所有玉米濃濃濃都喝完了 喝完之後繼續回來吃飯 你看 對啊 這是不是一套菜 你看小朋友都喜歡 但我要問一下以理 因為以理兩道菜都吃過 你來預測一下到底誰會獲勝 其實海君的口味很大人的口味 因為它其實就是像外面日本料理 賣的那種親子丼 一模一樣 真的嗎 那這樣其實我就會比較開心 然後其實吃起來 就是真的是比較偏甜的 然後它的雞塊真的非常入味 很好吃 但是因為 吃起來就是真的是比較偏甜的 然後它的雞塊真的非常入味 很好吃 但是因為可能有一點點涼掉了 所以相對它的飯會比較硬一點點 對 不然它其實它如果熱熱的吃 我覺得更好吃 而且市海單位對NO哥超好的 因為NO哥其實那碗玉米濃湯 煮好我們錄影時間很久 他剛剛還特地幫你微波呢 對 不要再這樣害我 然後NO哥那一碗 剛我吃的時候儀佩問我 我說根本就是玉米濃湯 外面賣的 外面賣的玉米濃湯 一模一樣就是 香氣很足夠 有香氣很銳銳的感覺 就是香氣鮮味的感覺 農通正想 對 因為它其實雖然用豆 用豆腐去當成它那個基底 去打成那個稠稠的 外面是用太白粉 反而用豆腐去做 反而它的香氣更高 真的喔 剛剛我們一打完 不是豆漿會很重嗎 可是我沒想到 是用豆腐跟牛奶混在一起 會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你根本不需要去外面勾 像外面一樣勾芡或幹嘛 這樣很健康 我在家裡煮 就算我沒有加那個豆腐跟牛奶 我也沒有勾芡 真的喔 就這樣湯 我現在一面看過去 我覺得其實少了湯 跟少了這個青子冬 真的都不可以 因為他們現在反回去都吃飯 對啊 因為喝完湯就要吃飯 好 接著下來 當然我們今天還是要比出個高下 我覺得是 有可能會一面倒我自己一測 我覺得也是NO哥 對 我也覺得是NO哥 要投票 沒關係 但是不一定喔 很難講喔 對 很難講 好 我們現在要投票時間 Ryan先來投好了 好 Ryan 你決定好了嗎 好囉 那請投票 你知道哪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是玉米濃湯 左邊是青子冬 好囉 左邊是飯飯 OK 你剛剛喜歡的那個飯飯 好 請投票 他喜歡飯 Ryan 夠意思 他剛剛明明就說我喜歡飯飯 對啊 好 那個Roy你決定了嗎 OK了嗎 還是選不出來 決定了 又很難選 他很早就表態了 沒有很難選喔 好…那你去投票 對… 他很早就表態了 你忘記了 他有點亮掉了 真的 而且他 他是死中的精神 對… 他投完票之後還回頭這樣看我 對 他感覺是你的鐵票 對 他心想說阿姨你累到不行 對 這個俗語叫條阿卡 真的 裝腳… 來換那個Rachel Rachel Rachel 對 對啊 可是你賣這種法國的對 對 好不好 你大牌 好 Rachel來 我覺得Rachel超可愛的 Rachel你選好了嗎 選好了 右邊是湯喔 我先大概跟他講一下 好 來 拜託你 放那個我回去比較好過的 好不好 那個很好吃天天的球 那個 但是小朋友不會說謊 OK 好 來囉 選好了 不要 叔叔講的不要聽他的好不好 你選自己想要的 好 來 投票 完了 大家都面向玉米濃湯 所以我說你根本就不能做玉米濃湯 三比一也OK 怎麼了 好啦 好了嗎 好啦 你的鞋帶掉了 你的鞋帶掉了我幫你綁他 綁一下 阿姨綁一下 阿姨幫你綁 阿姨是做那一道料理的人 對 你去投那一道 好不好 小朋友不能接 對 不能接受賄賂的 你選好了嗎 好 來 好 準備 準備 出發 好 大家一起來喝湯 耶 一面倒 我覺得我也快倒了 可是我覺得我對家 我覺得對做菜我已經沒有信心了 沒有 沒有 我也只是在節目可以這樣子而已 回家還是需要妳 對 不是 所以我們節目之前其實有一個規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能再用玉米是不是 不能再用玉米 那我如果親子到上面撒玉米粒 也不行 是喔 對啊 因為妳就用玉米濃湯 但是呢 我們很開心的是看到 雖然今天諾哥大獲全勝 但是接下來一個禮拜的廚房 應該就是要諾哥包辦 不…不是一個禮拜 一年 一年份吧 一年會不會太過分 妳應該不想一年都喝玉米濃湯吧 每天都吃玉米濃湯 可以吃喔 好 所以 雖然豆腐這個 我們小朋友可以做的是豆腐 因為可以幫助體力 但是今天很開心可以看到 果然玉米濃湯 沒有小朋友可以抵擋得住 對 恭喜諾哥大獲全勝 謝謝 謝謝 好的 也下次大家收看今天 我們的就是約就是要健康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